荺杨安良教会 故事强 我们 现在是 水路第三场的 先修 我们在圣上时 其实我们的一切灾难 都是从我们在这个八诗田累积了很多的这种不善业 这个不善业起现形 起现形以后就开始发作它的功能 叫做灾情 劫难 那么因为这样子大家知道 现在有这些疫情有这些问题 大部分是我们的生态 我们做了一些对生态无知的事情 所以造成这个生态的一个 他有病啊 人给他做了一些病痛 他现在是发作起来的 人给他们的病就是贪增吃 贪增吃 我们是为了消费 我们不是为了保肚子能够活下去 而是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赚更多的钱 除处备这个钱 如果不能除处备不了就全部花掉 花在哪里呢 吃很多众生的肉 喝很多的酒 很多的色欲 然后造成彼此的恩悦 其实我们是不需要这么多的贪 但是我们贪了 破坏了这个地球的整个结构体 因为地球是活的 我们破坏的太多 它就生病了 生病的时候我们人类就遭殃了 所以现在呢我们大致上呢我们就是地球有病了 水路不做呢就没有办法解冤解业 这些都叫做冤业恩悦 你有解就有效 不解就没有效 那么我们水路就超度我们巴士田 跟所有的记忆体 这所有的记忆体呢看你怎么 你用什么力量去超度 这个记忆体呢就是我们过去造的很多的储存 跟现在造的很多储存 跟未来东西造的一些恶业 这个三世的 这些种子都在除夕在这个 巴士田 等于说我们从有生意来到 有始有终到无始无终的这个生命呢 就是储存了无量无限的生命的恩怨 这个生命的恩怨呢在水路最重要就是叫做 诸经堂我们去了解的道理是什么 我们干了什么事情不合理的事情合理的事情 我们都了解诸经堂怎么做才能够消业解恶解冤解业 那么我们到诸经堂完毕呢 诸经堂呢你看有阿弥陀佛的净土堂 就是你可以念阿弥陀佛呢 把这些度脱这些恩怨的东西 你可以到药师堂 药师堂有那些念这些东西 让你能够也能够治疗消除 到这个法华堂 就是要发愿啦 你要发愿愿成佛度众生啦 这样呢也是可以消除这个 巴士田的所有的这些潜藏性的这种恩怨怨的东西 而华言坛我们就到华言坛 大家是生命共同体 大家是生命共同体 所以在这个生命共同体里面 我们必须具足慈悲洗舌 具足给给给用无限的力量无限的生命 才是解决办法 所以现在呢这种生态问题呢 大家就是叫做不是分享 其实华言就是一个分享的一个世界 彼此分享 互济共生 相依共存 那现在我们是剥削 掠夺 残害 然后呢 挖空地球的这种生存的条件 地球有它的生存条件 人家挖了它就生存不下去啦 所以它就有这些栽赏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有这种华言的分享的精神 要有这种法华的愿成活度众生的 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愿力 也要呢 觉得实在什么都不想做 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就是念佛 我们在这个 使徒法会呢 到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叫做良环坛 所有的问题呢 这个都是要从叉去解决 这个良环坛就把所有我们对各 这种巴士田的各个的业 怎么形成这个巴士田的这种 罪恶业 贪真吃慢移的五毒的恶业 怎么办 已经造啦 比如我们有学过这个什么 这个不造业的技术 所以我们只能用这种我们的本能 叫做贪真吃慢移来 跟大家结缘 结了缘呢 然后就变成什么呢 大家呢 彼此都有债务关系 彼此都有仇恨关系 彼此都有恩爱关系 彼此都有杀戮关系 我们是叫做含糊笼统 不晓得是要杀还是要爱 贪真吃慢移五毒呢 就是分不清楚什么时候种下哪些 什么时候长出哪些 都在我们巴士田中 每个人都跟每个人都结了很多恩怨怨跟这种 好的坏的都结了 好的坏的都结了 所以今天这种的这种灾结疫情 也是我们结下来的 共业产生的这种问题 所以在水路要超度要忏 我们所有的恩要忏 所以我们在水路法会就学习给 给得够 问题就解决 给得不够 那就是哪个不如意 虽然好 但是没有那么样的达到标准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水路里面呢 在这个忏悔堂 梁皇堂呢 这个里面就很重要的叫做宴口 宴口如果做得够呢 就给做得够呢 宴口是给谁 宴口是给所有有心无心的这些 这些我们结这个缘 欠债的还债 不欠债的就结好缘 从这里呢我们都结了缘 给 你看水路最重要就是给 叫宴口 宴口就是几桌几桌几桌 摆得满满就没地方摆 为什么呢不摆怎么行呢 我们这么多人摆 摆了就是大家的聚餐啊 吃吃吃完了讲好了 大家心情愉快 回去造好业行善做好 好好学佛来成就佛道 这个呢我们现在这一次呢就是念药师经 这个药师经呢大家知道 我们都生了病 生了病念念经还不行 要从经里面去唱 我到底哪一个病要治疗 药师经呢就是 我们从药师经的这种愿力上去 去唱出我们的罪障 然后来让我们在这个巴士田里面 缺治疗的部分 病痛啊 这药师经呢有十二个愿 这十二个愿都是让众生能够搭便车 来学习能够得到福报 以这个药师佛的愿力呢 用这个十二方便门呢 让他们大家都得到 从这个十二个这种方向去 去进行努力学习 然后就可以治疗我们的病 因为我们重灿 不重灿就没有办法改过 改过就是转那些不好的东西 变成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灿是转坏变好 所以这一次药师经呢 这是很有味道的 我们又灿又念经 所以这样子呢 这一场呢 这种水路先修的第三场 希望大家呢 能够呢 欢喜开心参与 那么这种水路呢 我们是 就是等于是我们出出入入的门 水路就是我们生 在这个生命里面出出入入的门 我们一定是做这个水路呢 把我们在出出入入的劫难都消除 病障都除灭 恩怨都解除 这个出入才能够平安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跟人家不结恶缘 什么时候跟人家结好缘 在水路的时候就去除恶缘结好缘 但这个已经 已经在轨道那么多年 都没有出来跟我们见面 这些轨道众生呢 因为我们做这些超度的关系 他们有机会跟我们接触 因为他们的福报很 比较不够 所以要我们人类的帮忙 他能够提升他的品位 然后他就可以得到转身 或者直接转到极乐世界去 或者是直接的 从那个恶道里面转到善道 转到这种净土 转到来投身变人 也是已经做了这么多善业 也可以转业 所以水路这种东西呢 是就等于是我们三餐饭不能不吃的 所以大家呢不要想说 哎呀这个疫情啊搞得我们也不能参加 也不能怎么样 事实上呢 大家都叫做熟客 你们已经参加那么多年 已经是熟客了 不是没签婚了 你们只要在网路上 现在我们很好 随路的话还有一点限制 现在这样子 叫什么呢 网路线上作业 你看你们看食物不是很开心吗 是吧 听我这胡扯 扯哪里都好听 是吧 就是因为我们 还是有这个善缘跟水路接轨 你们在网路上一起做一起修 一起报名 时间到就报名 但是要实修 你不要线上就以为不是 没有那么回事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线上的关系 你们那种热情度就找不到 我们呢热情度呢 就是似乎还跟你们在一起 这个热情度是要够的 你们不够我的 Energy就没有 我的那个东西连接点就不需要连谁 所以你们只要你们的那种愿意 愿意做水路跟食物连结 跟诸佛菩萨连结 我们就能够当下感应 所以要对水路要是要有个跟食物一样 要永续经营 永续地持续地做这些水路的 这个复法 水路净土的成员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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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能够近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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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你不 performances